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金融呢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说 那就是杜月笙 提到杜月笙呢 就应该先说说青帮 现在说这个 其实好多年轻人根本就已经不太了解了 帮会是干嘛的 帮会其实最早是下层群众互助性的这么一个结社组织 可以这么说 它是起于曹韵 所以那会儿呢 竟是流传于江南一带 后来海运兴起 曹韵没落 大批的青帮子弟进入上海 从事了各种行业 据说当年上海工人吧 80%都属于这类秘密结社的成员 其中青帮占的比重是最大 那它是拜师入邦 所以这个会众之间是以师徒相称 有辈分排的 它是按照这个清净道德 文成佛法 能人智慧 本来自信 圆明行礼 大通勿绝 除了这个前面这二十四代 后不还有后二十四代 这个 当然了 这个不如前面这二十四代著名 你看上海这个三大亨 黄金荣 他就是天字辈的 比大字辈还多一横 张孝林呢 他是投在通字辈的那个公锦城为师 所以呢 他是五字辈的 杜岳生是拜在陈世昌为师 所以是五字辈的 杜岳生是出生于光绪十四年 农历是七月十五 这天俗称中元节 他父亲给的取名岳生 就是岳伴儿生 不容易 祖籍是浙江海宁 出生是上海浦东高桥镇 他小的时候其实家里边日子挺穷的 他父亲叫杜文庆 那会儿在茶馆当茶博士 在这个码头上也干过 反正挣钱不多 就怎么办呢 凑合活着吧 杜岳生的母亲呢 就给人家洗衣服啊 什么风帘补占吧 就干点这个 挣点钱 杜岳生四岁丧母 六岁丧父 所以是个童年很苦 上了半年私塾就辍学了 十四岁的时候自己背个小包 到十六里铺闯天下 他那会儿干嘛呢 他这个水果店里边给人当店员 给人在据传说 他削梨的能力是最大 拿个梨拿个刀在手 啥啥啥啥 修得特别的好 他那会儿呢 就在这儿就拜了陈世昌为老头子 成为了青帮的议员 陈世昌的同辈弟兄 有个叫范统阿三的 叫黄振义 受黄金融的委托 说这给黄公馆啊 找一大杂的 哎 一眼就看中杜岳生了 打这儿开始 杜岳生算是逆袭之路 到了皇府啊 一直小心做人 好好的做事嘛 那会儿你黄金融的老婆 林贵生得病了 他这全心全力的跟这儿 照顾着 真是一不解代 林贵生就对他有好感 说这孩子不错 很认真 有一天呢 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这事对杜岳生来说 这是一个挺大的事 这天呢 黄金融不在家 有人就跟这个贵生姐就说了 说本来呢 有一个麻袋 要运到皇府 没想到 有一个徒弟半道 拐跑了 这得追回来呀 不追哪行去啊 可是这会儿呢 有能力的这人呢 全都在外子 家里没人 这怎么办 杜岳生站起来了 我去 那我追着 单枪匹马我去 好 林贵生就 借他一支枪 你去吧 这个杜岳生 聪明了 脑子清晰 他自己分析 说这个 跑的这种啊 不敢进法族界 因为法族界是 黄金融的地盘 而且呢 入夜之后 这个上海城 城门已经落索 他还进不去 能去的道就一条 就是英苏界 叫了一个车 直接奔英苏界 走到道上 就瞧见了 一个黄包车 那会儿这个上海 叫黄包车 到了这个 天津啊 叫娇皮车 北京叫洋车 黄包车 往前拉着 车上有一麻袋 这个拐麻袋的这种 坐在麻袋上面啊 东张西望 惊弓之鸟 杜岳生追着跟前 把枪掏上来了 吓傻了 拿着枪告诉车夫 这个麻袋 是黄老板的 你马上掉头 拉到黄府去 我给你两块大洋 车夫呢都吓死了 那让去就去吧 半截叛变这门生 吓死了 货给你 放过一马 说那不行 别废话啊 哎 就把人弄回来 当时他是文文弱弱呀 他能立这么一个功 那了不起 这林贵生就觉得 这家伙行 刮目相看 但是 还得再考验他一次 这一回呢 带他去赌场 哎 赢了两千多 两千多大洋 都给你了 都给杜岳生 这两千大洋 在当年的上海 那是能买一套豪宅呀 为什么给你钱 就想看看你怎么花钱 如果你拿着钱 买房 置地 那么说明你是个可靠的人 但是 不可大用 为什么呢 眼借钱 如果你拿这钱吃和嫖赌 那就说明 既不可靠 也不可用 结果 好不容易跟着看 杜岳生拿这个钱 先把以前欠的债都还了 剩下的 就散给了之前一块 在街头混的这些个哥们弟兄 没有存下来 林贵生点念头 此人办事牢靠 不贪财 会花钱 敢交朋友 可大用 所以从这开始 进入了黄金融生意的核心圈 那是为皇家立下汉马功劳 上海滩那会儿有话 说这个黄金融贪财 张孝林善打 杜岳生会做人 他这个做人很厉害 你他这秘书曾经说过吗 说这个 之胜是不再做事 而在做人 做人是他最硬的底牌 他真是很厉害 你想这个 北伐成功之后 吴开仙 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党部的负责人 杜岳生多少次托人带话 请这个吴开仙吃饭 吴看不起他 一次两次去不了 没有时间 到后来连借口都没有了 就先口头答应 然后愣不去 就依然这样的话 杜岳生都没放弃 还找人请他 终于有一次 吴开仙说这玩意 我去一次吧 我怎么就不能看看他去了 去吧 来了 到了杜家的豪宅门口 到门口一看 杜的大管家万墨林 在门口毕恭毕敬的等着 往里边走 二道门这 杜家的头号法律顾问 上海的名律师 秦连奎在这等着呢 进到内厅 杜岳生穿着一身长衫 有人说这穿长衫代表什么 穿长衫代表是文化人 杜岳生刚发迹的时候 按照上海参列说 就是不像人的打扮 不像人 就是无业游民地皮流氓 这个穿着什么仿仇的袖段啊 衣襟啊 什么单排的纽扣啊 挂个大金表链子呀 手上戴一大钻戒 都这样 但后来有一次参加这个 一个上流社会的高端宴会 杜岳生一看身边这些 有身份有地位 有教养的人 没有那样穿的 自个偷着把大钻戒摘起来 再也不带了 所以从这起总是 穿布地的鞋 穿麻布的长衫 扣子都扣好 夏天也不例外 这一瞧 吴开仙进门了 赶紧站起来 起身迎歇 三道迎宾 层次分明 礼数周到 吴开仙心里面就 一动 哎呦 没想到 他是这样一个状况 心里面就多少 有些个惭愧 你看 坑人昨日回了啊 这个杜岳生开口头一句话 就是老早就想约您过来坐坐 就是我这一天到晚 人来客往 太忙 所以拖了今天 您别怪罪 那就好像之前 这怎么遭拒绝了 没来呀 就没有发生过 哎 弄得我很寒 就七干七干 你打这起 俩人成为生死之交了 会做人 会做事 你包括这个 戴笠 戴笠跟杜岳生之间的关系 也是如此 他们俩的关系 咱就只能说明说 说杜岳生 识人的才能 1921年戴笠那会儿 在上海还是一个在赌场里边一小会会呢 有一回 你这赌场里边制骰子 能力太大了 老赢钱 开场子就不干了 要收拾他 结果戴笠说 我要见杜岳生 杜岳生来了 你表演一下吧 一看 呦 这绝技真不错 说这个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 非常人可比 得了 打这起 以弟兄相称 后来戴笠报考黄埔军校 还是杜岳生出的面 求黄金荣给蒋介石校长写了封推荐信 这才有后来戴笠的肥黄腾达 1945年8月15 日口无条件投降 57岁的杜岳生打香港 回上海 他已经离开上海八年了 他其实已经知道 上海方面准备了盛大的婚姻会 不少人准备到车站迎接他 要接他 他好多事情是想不到的 因为什么呢 他到上海时候 不仅没有什么热烈的婚姻场面 没有人接他 可是在上海北站还出了很大字的标语 说打倒社会恶势力 打倒杜岳生 杜岳生就在哪改的上海南站下车 下车后为什么会这样呢 说这是幕后有一个人主使 这个人不是别的 是您的门生 叫吴绍树 是他指使的 吴绍树想摆脱这个跟杜岳生的瓜葛 想这样 但是杜岳生就没想这个 老想爱咱们之间还是有师徒情分 我是你的恩师 后来这吴绍树上门了 上家来看来了 杜岳生还挺高兴啊 有病的身体 抱病接待 没想到这吴绍树来了 哪个态度狂了都不行了 说了几句官话 扬长而去 这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替他生气 就觉得不值 那么谁给杜岳生出了气呢 那就是戴力 因为这会儿戴力是国民党的上层大将 找了一个证据 戴力说这吴绍树 私放汪伟上海税统局局长 邵氏军 谋取钱财 这叫纵放巨奸吞没逆产 把这个罪名报给蒋介石 无少数文庭吓坏了 多少次求见戴力 戴力置之物理 就百般的央求啊 说怎么能够能见一面如何如何的啊 到最后才见证了 见证说请您免遇追究 戴力就说 像你这种人 我为什么不办 然后最后这个 就说那不行 我自己到重庆亲自打点 呆力也不让去 吩咐手下人 通知所有航空公司 不许卖机票给吴绍树 在不久 所以严办这个电令下来 先去免了吴绍树上海市副市长 又罢了他上海社会局局长 就改成那个 跟这个杜月生 那个很近的那个 不开心啊 让他来挤人 这次失去了 颜面的杜先生 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其实就是 哥们兄弟之间的那种友情了 戴力经常过来看他 只要说戴力要来 杜月生就开始让用人闻 我身上有没有烟味 有的话赶紧喷香水 还把这个抽烟的东西 全藏起来 快到了 还得反复洗脸 拿热毛巾擦脸 不能有烟味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里面 你抽烟 戴力说 你怎么又抽烟呢 就俩人这个交情 所以四六年 戴力这个死讯传来之后 杜月生放生痛哭 据传说 说当时这个 哭的是热泪庞陀 一边哭 一边咳嗽 一边喘 那说的这个 折磨的是死去活来 就可见当初这种交情 杜月生有一个 特别著名的口头语 上海人老说这个 一句闲话 意思就是 你这个事 一句话的事 我知道了 我替你办好 他还有个名言 说这个 别人存钱 我存交情 那会儿你看上海 工潮 十个得有九个 那是通过杜月生 调停 得到平息的 那三零年 上海法租界 工人这个罢工 刚开始水电工人罢工 后来呢 连环卫工人 也跟着罢工 整个法租界 也没水 也没电 臭气熏天 脏了不行了 这法国人呢 托市长找杜月生 出面调整吧 杜月生觉得 实际不对 就推辞 我不行啊 声望不够啊 不可以啊 这到后来 这个罢工 形势越来越激烈 又来找他 那好吧 我试试吧 杜月生 给法国人打电话 说工人要求工资 上涨一倍 你看着办 不然解决不了 哎呀 这怎么办呢 最后上了 得了 只能上涨75% 好 75% 结果杜月生 在府上 召集这些个 罢工的领袖 说你们希望涨多少钱 这个说20% 也说30% 也35% 最后杜月生 说了你们啊要求太低了 我给你们要到了75% 还有一个事 法国人说了 罢工期间 这段时间的工资 不付 你们看行吗 大伙说那就算了呗 罢工期间不付不付吧 作业生说 不不不 不行 罢工期间工资也得给 我给 大伙都傻了 多少钱呢 就这一笔 他自己就贴了30万大样 所以说这个上海滩 这个咱们讲话 中国版的教父 这一生他应该算得上是 哎 仗义书才了 所以到他临终前 他躺在那个病床上 那会儿 有多少钱呢 还有十万美金 所有人都为这事就杀了 我就这一辈子 灰金四土 仗义书才 最后留给家族遗产 这么些钱 这个钱得分给太太们 还有儿子 四个儿子 仨归女 当时 他有一位孟小冬 就是也是 杜太太 孟小冬讲话 哎呦 这么点钱怎么活呀 哎 就靠着这点钱活的 这个人生的最后一天 那让大女儿去银行 拿了一个保险柜 这保险柜打开之后 都是借条 最少的一张是5000美元 最多的一张是500根金条 这里边有商界的大亨 也有政界的大佬 各式各样的人等 他把所有的借条 一一的销毁 销毁的都是钱的 儿女们这不解 说您怎么能这样 咱家都没什么钱 您怎么还这样做呢 他说了句话 借出去的呀 看上去是钱 实际上是交警 感恩的呢 会永远记住度假的好 不感恩的 你们去要 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我不希望我死了之后 家里人还碰刀碰斧 是不是 所以所有的借条 全部烧掉 撕掉借条 别人欠的账 就在这个世间 一笔勾销了 这一生传奇 也算是最后 落下了帷幕 他这一生 干了各种的事情 在每一个人口中呢 说法也都不一样 当然了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出发点不一样 讲故事情绪也就不一样 1951年8月16日 病逝在香港 中年是63岁 但是到今天呢 我们有的时候 依然能够在这个 朋友圈里边 或者在哪 看到有人 还提到他当年的一些个故事 还说他当年说了一些个话 咱们只能这么说 他当初的一些个见解 或者他的一些个语言 他的一些个金句吧 到今天 其实还是很值得让人家来怀念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在那会儿的上海滩 人家杜月笙 是一个人物 时至今天提起他来 还有很多人说 能做到杜月笙这样的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不不承认 所有来说 是一个人物